爸爸 爸爸 一生輕便歌手 陳其貞 把後種的童書搬到貨車上 持續推動三年前開始發起的 募款蓋圖書館計畫 今年繼續為屏東八八災區募集童書 希望讓部落孩子有更多的閱讀機會 其實今天這個活動主要是拋磚引玉 因為災區的兒童他們其實需要的 不只是書 還有一個長遠的教育 還有生活上面的關懷 陳其貞跟志工們打包書籍 替小朋友們審書 本身是受在乎的青年 看到這麼多愛心人士幫忙相當感動 只要家裡的一本書或五本書 捐給我們當地的小朋友的話 他可能會因為一本書 就獲得很多知識 就可能會帶給他很多的東西 這場募款書計畫也搭配了一台同書貨車 從台北出發 同時也會到台中 繼續替屏東霧台鄉古川部落的 原住民孩童募款購書 以及木齊童書 陳其貞站出來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記者認算法後台北市採訪報導 李宗 李宗